人生似乎就一帆风顺了 对 后来就成家了 也有自己的小孩 结婚了 在深圳成的家吗 不是 当时远嫁 远嫁去了北方 怎么认识老公 以前是同学 大学同学 高中的 所以我又嫁回去了 嫁回安徽了 那嫁人了 也回到家乡了 妈妈应该也是放心了吧 我就是小朋友 还不到一岁多 我被查出了 那个系统性红斑狼疮 就全球二十大重大疾病之一 又被称为不死的癌症 和怀孕什么有关系吗 一个是情绪的压力 精神压力 还有一个就是 跟当时的营养状况 也有关系 确实是太难过了 对 就是我被通知 得这个病的时候 他就放弃了我 然后我没有办法 我就带着我的小孩 又偷奔了 妈妈 回到深圳了哟 对 他放弃了你 那个时候就是 激素和药 都是大把大把地吃 人也胖 整个就人 人就是 整个人都不成形了 然后后来 有一次就是 他这个病就是 不能受累 不能受气 还不能够见太阳 有一次他丈夫打电话来 就给他说 说了什么 我就不知道了 我正在外面开会 在路上 我妹妹就说 你快点回来吧 赵贝尔 那个鼻子在喷血 那血是喷出来的 他吓得 等我回来的时候 那个 我就说 你赶快打救护车吧 我就这边一个 就送他上医院 那一个直楼里面 全部是洗 擦下了些 我那时候我就觉得 自己作为母亲无力啊 真的不知怎么帮他 然后看到他 躲在一边哭的时候 他在里面哭 我在外面哭 然后那个时候 就开始嘛 私自会的伙伴们 就是私友们知道了 就开始 除了一点钱 就送他去北京 做喜江指换 然后那一次就这几碗 一次就几碗 这样的 对 然后 后来就 慢慢他就稳定了 他一天 只要吃半克激素了 就是最好的状况了 到现在呢 贝尔的身体状况 他中间又复发过一次 没办法 又去到医院 动手术 这一次就是大手术 关系肾脏的手术 这个红白狼窗 也会伤害到肾脏 很严重 就是医生说 还好你来得比较及时 对 你如果再耽误耽误 有可能就 去偷吸吧 就是尿毒那样 那现在是肾脏什么 四行 红白狼窗 肾脏四行 四行 就是这比较复杂的那种 那怎么治呢 就是每天靠药物控制现在 真没想到 这么漂亮的贝尔 会有这么心酸的这个历程啊 但是这几年 我也学会了很多 就是感觉什么 靠自己比较稳一点 然后我也想 妈妈年纪这么大了 也不可能一直就是照顾我 照顾我的小宝宝 我也想 赶紧就是坚强起来 然后能够撑起家 然后把家的这个重担接过来 其实贝尔也一直在 尽自己所能照顾妈妈 是吧 也就是小孩子一岁多的时候 我妈那个时候 颈椎病特别严重 痛得就不行了 我就带她去了好几家医院 就去了最好的骨科 然后医生看了她整个情况 就说 你这个太麻烦了 手术可能解决不了你的问题了 说你如果手术也可以 但是你要承担一个风险 有可能你上半身就不能动了 然后我妈就当时就想 这样不行 然后就选择了保守治疗 等她稍微好一点 我就把她从医院 接回了深圳住的家里面 那个时候我跟我的小女儿 已经有两个多月没见了 特别想回去看看 然后我就买了火车票 我就回去 我坐火车 坐到一半的时候 我邻居突然给我打电话 就说你赶紧的赶紧回来 你妈的腿摔断了 我就从那个火车中途下了车 然后又买了车票又折回来 拉着心理箱 我就冲到了医院 然后我妈看到我弟 就话说 你怎么又回来了 你赶紧回去看 看宝宝呀 她说我在这没事 她说你看这有医生 还有护士 然后我邻居当时也在 她说你知道吗 你妈当时在卫生间摔倒了以后 她是从卫生间爬 一直爬到客厅的 然后她实际敲那个门 邻居家就是跟我们挨着嘛 然后她听动静很大 她就过来敲 一开门看 那个地上全部都是血印子 然后医生就说 你妈妈那个腿是粉碎 是一骨折 可能要很长一段时间 才能恢复 然后又陪着她在医院 就待了很长很长时间